谢贤交代后事,陪葬品选好了,财产全给百只,谢霆锋随口一句话,瞬间被教训。 81岁的谢贤这一生都过得非常的传奇,年轻时风流涕躺。 有大把的女人追求,年老时,艳福部前有个小49岁的女友,谢贤年轻时帅过自己的儿子谢霆锋。 而且名气也不输谢霆锋,所以围绕在她身边的都是漂亮女人。 81岁的谢贤这一生都过得非常的传奇,年轻时风流涕躺,有大把的女人追求,年老时,艳福不浅。 有个小49岁的女友,谢贤年轻时帅过自己的儿子谢霆锋,而且名气也不输谢霆锋,所以围绕在她身边的都是漂亮女人。 谢贤的第一任妻子珍珍是位大美女,两人离婚原因不强,当年珍珍是女神级别的女星。 却被谢贤聊到了,之后第二任妻子是美女迪波拉,迪波拉现在发肤了,也不年轻了。 但还是非常漂亮有气质,要不然不会生出这么静在的儿子谢霆锋。 虽然谢贤跟小女友在一起感觉自己年轻了20岁,但那也只是感觉罢了,谢贤深知岁月不饶人,自己已经81岁高龄了。 心态在世小伙子,可力不从心啊。 谢贤为什么几十年来总是带着她那副墨镜世人,不还是为了掩饰自己的衰老吗? 如今81岁的谢贤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,也深知自己不年轻了。 更是在节目上公开交代了自己的后世,谢贤称,把自己收藏了十几年的龟壳跟她一起陪葬。 当年那个小乌龟是朋友送的,后来不幸被她养死了,于是就留下了龟壳做纪念。 谢贤还称,要把财产都留给张柏芝。 大家都知道谢贤偏爱这个儿媳,财产留给她,也是留给了自己的两个孙子。 看来谢贤对张柏芝和两个孙子的未来很是放心不下。 不过,谢霞峰一句话却扎心了。 谢霞峰对父亲谢贤说,他跟你没有关系了。 想必谢贤和张柏芝听到这句话,都会很心酸吧? 毕竟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,做不成夫妻,看来连朋友也做不成了。 完了 Iron Step 。」 我只是订阅任何区内吗? 你欢迎到握拳 постав心思考想ate吗? 需要一下